就决定是你了 比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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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 我又不找这么多钱 东西科班 你好 我是BiBiNi 嘿 你好 我是Eddy 来 告诉大家 妹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哥邦的 微博铁板火锅店 还要转 差点跌下去 愿你吃 愿你喝 就只在 Optimi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对对对 我今天是来帮他们吃的 所以你是我们今天的垃圾桶 等一下等一下 刘思雲你干嘛抱着那螃蟹不放 因为我怕你们吃完我没有机会吃 这盘是我觉得巨大店里面最主打的 我感觉很好吃 又有馒头啊 还有那个酱汁啊 所以我要抱着 保护它一下 你真的是太富强了啊 因为我们来这里只有这么一只螃蟹 我们还有很多 哇 哇 而且老板讲这才是招牌 招牌一天 这个就 你去帮自己慢慢吃啦 那边那边一个人吃 老板今天很细心哦 他的店呢有四种汤底 他今天都给完了我的 对不对 我们一一来试喝他的汤底好了 来来来来 这个是竹肚汤 嗯 很香 那另外呢 今天我 你原病 需要喝一点东西来滋补滋补一下 刚好这里就有一个药材汤 怎么样你的药材 嗯 嗯 他的药材汤哦 一点都没有在省那个材料哦 就是放很足 很浓浓的那个叫材味 倒Lovell的Dom Yam 好 刚刚从泰国回来 你可以比较一下啦 哦 比泰国就好了 对不对 那除了有这些火锅的汤底呢 我们还有 铁板烧 铁板烧 我最爱 吃胖鞋了 耶 我迫不及待了 我想要先吃 嗯 我要吃这个馒头 我感觉我对它真的要吃虎事蛋蛋 一定要沾到一个酱 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馒头沾那个天酸的酱 酸辣酱 炸馒头耶 哇 好吃 快点吃 哇 它那酱汁就剩到进去馒头里面 我知道 这是我的最爱 螃蟹酱汁超好吃的 而且 酸甜酸甜的感觉 它的馒头呢是 外脆内软哦 嗯 它的馒头 它的馒头 来我吃 它有那个脆脆的声音 嗯 嗯 这个焦 好啦 到我要吃这个呢 也是OniMe的招牌 它是芙蓉烧螃蟹 来咯 来咯 哇 哇 哇 好脆 你要不要咬一口 整个可以吃的啊 没有 你也是要咬掉它 哪有肉啊 可是 你刚刚也吃到的 就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它的那个 它的酱呢已经是烧在 融入在整个螃蟹里面 整个就是真的 这个火候刚刚好 所以我觉得 爱吃海鲜爱吃螃蟹 你一定会喜欢吃这个啦 老板看到我帅 所以 他亲自煮了上个汤 拉辣的肉 刘秀我跟你说 这次你真是有福气了 为什么是我有福气 因为 因为每一次你没有在我身边 我都觉得我也是福气啦 那今天呢 因为我的关系呢 老板也特别对我们太好了 哇 因为他很多啦啦 对 做到上汤啦啦 一定要喝他的汤一下 对啊 来你喝他的汤 我吃他的肉 这个汤很好吃耶 很鲜吗 你可以给我一口吗 可以耶 他的汤很鲜对不对 很鲜甜的那一种 就证明他的海鲜很新鲜 而且呢 他有放一些药材的感觉 很好吃耶 真的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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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适合吃吗 真的吗 我要喝 来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喝 我给你喝 真的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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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 又喜欢吃火锅的话 就刚来自家店 萌尼咪 唯一我铁板火锅店 Yummyummy